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课程 本期课程主要讲解纹理映射相关的知识点 在上一节课程里面 我们给模型着色使用的是纯色的方式 纯色着色的方式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颜色不能够重复使用 第二个缺点就是容量占用太大 因为颜色直接跟我们的零点数量挂钩 如果我们的零点数量有上百万个 那么颜色的数据也就有上百万 第三个特点就是很难做到逼真的效果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就需要使用纹理来表现模型的颜色 在这一期课程里面 我们有五个学习目标 第一点 我们要学会如何将纹理映射到一个三角形上面 因为模型是由三角形构成 我们如果学会了映射到一个三角形上 那么我们也就学会了如何将纹理映射到模型上 第二个学习目标 就是我们要学会如何创建和启用文理 第三 我们要学会使用过滤器来消除图像中的句词 第四 我们要了解 并且使用寻止模式 第五点 我们要学会一些简单的纹理动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纹理的一个简单的描述 纹理的用处之一 就是存储图像数据 每个纹理元素 存储一个像素颜色 纹理分为 一维纹理 二维纹理 和三维纹理 一维纹理 类似于一个一维的数族 二维纹理 类似于一个二维的数族 三维纹理 类似于一个三维数据元素族 我们一般常用的是 二维的纹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是纹理坐标 纹理坐标系 表示为图像水平方向的U轴 和图像垂直方向的V轴 因此坐标UV就指定了纹理对应的一个元素 我们称这个元素为纹理元素 一般我们指定U轴正方向为水平向右 V轴正方向为水平向下 U轴正方向为 为0到1 我们规范化它的区间为0到1 规范化0到1区间 其实是为了方便GPU相关的计算 因为纹理的实际尺寸多种多样 例如512-512 128-256等等 如果我们采用实际尺寸 那么我们还需要将 纹理的实际尺寸 告诉给GPU 然后GPU再去进行相关的计算 如果我们进行规范化 那么进行规范化之后 无论尺寸是512-512 还是128-256 纹理坐标0.5-0.5 永远表示中间的纹理元素 0.25-0.25 永远表示四分之一处的纹理元素 目前我们只讨论 0-1区间的纹理坐标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纹理坐标 将纹理映射到一个三角形的情况 在这张图片里面 使用的是 微轴向上尾正方向 观察图片 我们就会发现 通过坐标点 00-100-01 我们就可以将 右下方的纹理 映射到右下方的三角形上 我们只是简单地指定了三个坐标 那么为何三个坐标就能够映射完整个三角形 我们就需要结合到上一期课程的内容来进行讲解 在上一期课程最后 我们学会了使用CPU来进行软炫 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步骤为差值 当时我们讲到 差值不是对坐标进行差值 而是对顶顶属性进行差值 因此我们的UV坐标 也会进行差值处理 那么我们在像素着色器里面 就可以获取到 差值之后的正确的纹理坐标 然后通过这个纹理坐标 取出对应坐标上面的纹理元素 那么这个纹理元素 也就是我们三角形的银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一个例子是OpenGL官方教程的例子 我们就以这个例子为例 我们先运行一下这个例子 看一下效果 我们显示的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猴子 这个猴子的颜色 就是我们通过纹理映寿 来显示出来的颜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纹理 大家注意 我们的纹理尺寸为 512×512 但是在下面 就是这一块地方 空了一部分出来 因此我们来计算一下 空的一部分的面积 我们简单的量一下 我们发现高度大概为170 那么170除以512 大概为0.33 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对比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是我们这个猴子的零点数据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零点数据 最后这个零点数据为1.0 -1.0 1.0 那么这个零点就位于这一个位置 这里 x则为1 y则为-1 z则为1 然后观察我们的图现 它这个零点 对应的纹理坐标 就应该是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纹理坐标 那么横向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出来 大概为0.66 这一个就是纹理坐标的 横向的坐标 就是u的坐标 然后v的坐标 我们计算出来 大概也是为0.66 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1.0 减去0.33 0.33也就是我们刚才计算出来的 下面空白部分的 大概的一个面积 那么我们就将 这一个纹理坐标 与这一个零点坐标 对应起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零点坐标 也就是-1 1.0 1.0 那么这个零点坐标 也就对应了 我们的 这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为 x轴为-1 y为1 z为1 然后我们观察这个零点 这个零点 刚好和 我们纹理上面的 这一个对应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这一个纹理的坐标 大概为 横向为1.0 纵向为0.33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这里 横向为1.0 纵向为0.33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顶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顶点 1.0 1.0 1.0 这一个顶点 也就位于 我们的 这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也就是 x轴为1.0 y为1.0 z为1.0 这一个位置 也就对应了 我们的 这一个五里坐标 这里我们就可以粗略地计算出来 横坐标为0.66 重坐标为0.33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坐标 也就是这里 横坐标为0.66 重坐标 大概为0.33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三个坐标 将我们的纹理 到一半 将这上面的这一半 映射为这一个三角形 那么依次内推 我们就可以将 这一个二维的纹理 映射到我们三维的模型上面去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渲染了12个三角形 我们在这里只渲染11个三角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里缺少了一个三角形 这里缺少了这一个三角形 刚好就是我们 这一部分 那么其他三角形 也是按照这种规则 来进行映射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 纹理坐标 必须要我们手动去进行映射 在一般的3D建模软件里面 每次可以通过一些工具 将纹理映射到模型上面去 我们只需要将纹理坐标 与空间位置坐标 合并到一起 当成点点属性 传递给GPU 然后在GPU里面 编程 获取到对应的颜色 然后输出即可 让我们先进行映射